公子 右相府的马车到了 右相大人的办事能力真是一流 我当时还担心 万一他们来晚了 曾将军又被人截住了 可怎么办呢 有劳沈大人 我先带曾将军离开 陈医长慢走 曾将军保重 明日早朝 便是右相以中书省名义引荐曾将军 此刻 将曾将军送到右相府安置 是最为妥当的安排 万事俱备 还差通知一个人 东流 跑一趟城内吧 右相府戒备森严 大人真的要对那里下手 天书阁密探 不是号称无处不能入的吗 大人心怒 属下只是觉得 此事或可先与左相大人商量 你以为赵家为什么会在这个党口上 派锐王前往定海 他们都做好弃足宝居的打算 本官怎么还能指望他们会出手相助 但是 冒冒然出手 若不是你们探查太晚 让陈凯那个老匹夫带走曾广志 本官至于对右相府出手 洪夕一定不能有事 今夜你们不能完成任务 便提头来见 属下的 定不如命 试取曾广志 我倒要看看你等会那什么跟我斗 我倒要看看你等会那什么跟我斗 但是 倒是没瞧见那个一直跟在你身边的小孩子 还疼顽皮 打发他去办点事就没带过来 君上过来 君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由本起奏 无本退朝 君上 臣有一事起奏 臣昨夜听闻一桩耸人之事 不敢擅作判断 今以中书省名义 请君上代为判断 往君上批准 如右相所言 待让姑瞧瞧是何耸人之事 你怎么 臣 定海首将曾广志 今 孤身赴金 寝承定海大将军王弘熙 五道大罪 其一 贪污君相 其二 暗征赴税 其三 七杀相参 其四 至军不言 其五 拖延作战 罪行累累 苦其百姓 今人臣已孤身请命 万望君上能知悉实情 严惩王弘熙 放肆 在胡说什么 王冒 臣 臣 臣已殿前面胜 未尝想过能活着回去 但求能替定海百姓 将这奏章呈给君上 李云贵 将那奏章取来 孤道要看看 谁这么能耐 能在孤面前说伤你性命 王弘熙 君上 此事定是这曾广志信口胡说 君上不可轻信 是不是胡说 古自会判断 君上 务必守住我大魏定海边境 君上 那萧远生是罪臣之子 欺可丹子大任 而这曾广志满口胡言 臣以为 绝不能让他们去调查定海一事啊 住嘴 王弘熙若是清清白白 谁都污蔑他不得 同样 他若是确有其罪 谁也保他不得 公子 定海大节 曾将军他们可以过个好年了 确实 对了公子 今年年节 林尹会跟我们一起过吗 你倒是挺喜欢他的 我才不是喜欢 就是看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 回头可以问问林尹 不过我先前答应 帮他调查他弟弟的事 现在还没有着落 估计他不会答应 我说他怎么一直帮你做事呢 原来你们达成了这样的交易啊 什么交易 哇 你这人走路都没声音的吗 是你堆雪人堆得太认真了 找到的话快告诉小爷 那天晚上假扮曾广志与他交手 小爷头上挨了他一拳 到现在还疼呢 早是找到了 不过他出事了 是哪边出的手 那日我们移花接木 让东流假扮曾广志 以防万一 林安也确实中计 被我和东流中伤 但他并不会危及性命 我估计 他是逃出右相府 回去禀报时出事的 可能性很高 当日你冒充他 以天书阁花牌作记 回信给王冒 事后王冒在朝会上 被我们反江一举 恼羞成怒之下 确实可能动手 你说那个林安 也是个死脑尖 乖乖留在我们这里 不就不会出事了吗 所有任务均需回禀 这是天书阁密探的 第一要素 他倒是讲规矩了 他上面的人 可不会因此就饶了他 公子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我曾因林尹提到的断纸线索 怀疑王冒渗透进天书阁 如今确认 但林安出事 这条线索也断了 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查探 还要往下查探什么 天书阁是直接归属军上 简单渗透 不该有权利调动那么多人的 没错 所以只有王冒 能否做到这件事 如果不止王冒 那依着赵信的手段 天书阁 现在到底是什么境地呢